这个故事 发生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从前有一个少年 每日去学堂读书 同村有一位少女 每日与她同行 陪她一起去学堂 女子是不能进学堂的 这个从前的时候 规矩没有那么严格 好吧 你说 日复一日 每天如此 少年终于忍不住了 他停下来问这个少年 他说 为什么跟着我 因为喜欢看你 所以才跟着你的 我不会打扰你的 不行吗 那少年说什么 他说 不行 说完之后转身就走 只剩下少女一个人站在那儿 你猜后来怎么样了 我猜 那少女应该搬离村子了 为什么要搬离啊 世俗就是如此 逼得她不得不离开 我虽赞叹她勇敢 更唏嘘她可怜 此话怎讲 平常人家若是男女友谊 首先是要有没人说亲 再有三书六礼 对 换书贴 过稳定 女子如此行事 虽是情深义重 毕竟于世俗礼教所不容 这个故事发生在从前 从前的时候 礼教没有那么严格 男女之间若是有意的话 可以当面表达 那是什么朝代啊 哪个村镇的习俗 对女子竟然如此宽容 我怎么就不知道 这是个故事 故事的事不能那么较真 好吧 后来少年学成 漂泊在外 但心中始终记得当年的少女 当她年过古兮重归故里的时候 她想再见那个少女一面 少女此时也已年过花甲 她突然传话 她说 知道你想见 难事 不 行 男子便托人告诉她 明日一早 在当年去学堂的路上 她会拿着一只粉色樱花等候 你猜 她等到没有 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 老人拿了一百枝樱花 守在当年学堂的路上 每遇到一个路过的老太太 就送她一只 因为她知道 在这些人里面 总有一个 就是当年与她同行的少女 老太太 老太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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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两个字 绝对绝对不能轻易说出口 感动了 那男子可曾婚配 也曾成亲 只是忘不了当年的人 既然忘不了 为什么还要和其他女子成婚 为什么不当时就去找 当年的那个少女 这个这个这个 他依然结婚了 过完了这一生 到了这个岁数 再回去找当年的那个少女 这是为什么呢 只不过是人生 不想留下遗憾罢了 可是他有没有想过 那个少女的处境 万一人家也结婚了呢 那他的家人 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呢 这个这个故事 发生的那个时候吧 他规矩和礼数 没有这么多 他家人也没有 也没有多 你在弹州的时候 也进过学堂 这故事跟我没关系 我在弹州没上过学堂 也不认识什么姑娘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 讲这个故事 我就是想跟你一起 批判这个男的 批判他 是